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人造卫星是人类建造的一种太空载具 将其以火箭或太空梭等飞行器具再运到太空中 让它像天然卫星一样绕着地球或是其他行星运动 便可进行观测或是传递讯号 自1957年10月4日 苏联发射了人类史上的第一颗人造卫星 史普尼克一号以后 人类开始持续依据不同的目的发射地球人造卫星 你知道吗 只要在这些人造卫星上装设不同的筹载 就可以让我们更加了解地球哦 那筹载有哪些呢 有的是侦测大气运动的探测仪 有的是侦测洋流的 例如台湾在2006年发射的 博尔摩沙卫星3号 就装有气象摇测应用的筹载 能掌握鱼场方位 提高鱼货量 帮助我们捕捉更肥美的鱼 除此之外 还有通讯 军事及科学分析用的筹载 因此 人造卫星不仅功能多多 也让我们的生活更加便利 发射人造卫星要克服什么样的门槛呢 如刚刚所说的 我们需要使用火箭带着人造卫星 克服万有引力飞向外太空 在飞行到宇宙的过程中 为了能更有效地利用火箭燃料 火箭会采多结设计 在升空过程中 将已经用尽的燃料舱抛弃 这么看来 发射卫星似乎是一件 把大型机台丢到外太空的 浩大工程 但实际上 有些人造卫星也不见得有这么大 像是2021年1月 台湾团队制作了两颗立方卫星 飞鼠与玉山 重量仅仅只有4.4公斤及1.6公斤 在这张卫星分类的表格中 归类为奈米卫星 质量轻的卫星 不用消耗火箭太多燃料 据统计 截至2021年6月 人类已经发射了6600多颗卫星 而在今天 仍有1300多颗卫星 在地球上方为我们服务着 这个数量是不是相当可观呢 公布答案 影响人造卫星在相同轨道运动速率的物理量 不是卫星质量 而是地球质量与轨道半径 你答对了吗? 为什么会是这两个物理量呢? 我们先试着想想看 人造卫星之所以能绕着地球做圆周运动 是不是会需要向心力呢? 那究竟是什么力量来提供向心力呢? 没错 就是来自于地球的万有引力 以左图为例 可以看到 人造卫星正以距离地球球星R的距离 为半径做圆周运动 根据万有引力公式 F等于R平方分之GMM 我们结合牛顿运动定律 探讨向心力造成的影响 FC等于MAC 可以知道 是引力使质量小M的人造卫星 拥有了向心加速度AC 若将共同向质量小M约掉 我们便可发现 改变运动状态的加速度 很单纯地由地球的质量M 以及距离R决定 当距离R增大时 人造卫星的向心加速度 就会跟着减小 而在过去的单元中知道 向心加速度AC 可以用卫星做圆周运动的速率 半径做描述 等于R分之V平方 我们再将这个式子 带入AC再一项整理一下 就能发现 人造卫星在轨道半径R上 飞行的速率V 等于根号R分之GM 因此 同一轨道上的 卫星飞行速率会相同 也就是说 我们不用特别担心 会发生卫星追撞问题 然而 现今人造卫星数量繁多 对于以不同角度旋转的 人造卫星而言 仍然会有发生冲撞的风险 为了避免这个情况发生 在发射人造卫星前 都必须先和国际电信联盟 发起轨道申请 该联盟负责随时 对人造卫星的飞行做监测 可以确实地避免卫星撞击 减少灾害发生 针对绕着地球飞行的 做等速圆周运动的人造卫星 依照它们和地球的距离 分成低、中、高三个轨道 轨道半径除了和速率有关以外 也和它们绕行周期有关 譬如说 距离地球高度300公里到2000公里的 低轨道卫星 绕行周期约为1.5到2小时 常作为传递讯号的通讯卫星 距离地球2000公里到35786公里的 中轨道卫星 常见绕行周期约2到24小时 可以作为导航卫星 其中最特别的是距离 35786公里的卫星 它的周期与地球自转时间 一样是24小时 称为同步卫星 可以固定高挂在某个地区上空 进行科学测量 而大于35786公里高度以上的 高轨道卫星 绕行周期大于24小时 你注意到了吗 离地表越远 似乎周期越大呢 相关原理 我们将在下一节的影片 做后续的介绍 总结以上内容 每个轨道的卫星 都有适合它们发挥的作用 而绕行的方向也有其用途 例如有一种绕行方向和地球自转方向垂直的监察用卫星 如果我们把地球摊成平面观察 就会发现这个监察卫星可以经过地球所有地方的上空 是不是很有意思呢 那发射出去的人造卫星可以永久使用吗 事实上 越接近地表附近的卫星 越容易受到微量的气体阻力而偏离轨道 因此人造卫星都会装载微推动力推进器 借着消耗燃料产生的推力来维持运行轨道 但燃料是有限的 当燃料快要耗尽时 也就到了这颗卫星即将退休的时刻 会指示卫星脱离轨道飞向地球 从而结束人造卫星的一生 同学们 在平时的晚上可以多抬头看看天空 或许在某一天的深夜 你会看到一颗发光的星体坠向地平线 那会是流星吗 不 也有可能是正要退休的人造卫星哦 让我们回顾一下今天所学到的内容 人造卫星让地球做圆周运动的向心力 来自于万有引力 借由数学推导 我们知道相同轨道的人造卫星 有相同的运动速率 不同轨道高低的人造卫星 有不同的适合用途 轨道越高的卫星 周期越大 其中运动周期24小时的人造卫星 称为同步卫星 能固定在同一个地点上空飞行 想一想 从外太空坠落下来的人造卫星 有没有可能造成飞来横祸 要如何才能避免灾害的发生 欢迎你去寻找答案 并留言分享你的想法 我们下次见咯 拜拜